最大的危机一直到现在 还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了 造成让我们不能够团结 那你一直在把意识形态放到第一个东西 你是很难沟通的 这种情况其实这是我们最脆弱 但如果没有办法公投 意识形态会造成你不够团结 不够团结你会造成你自我防卫力量不够坚韧 这个东西不管你是对称作战 不对称作战 如果你没有一个will to defend 你没有这种决心 你没有那个团结的一心 其实你什么作战我觉得都没用 你看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 跟现在的乌克兰战争 都是乌克兰了 差别在哪里 抵抗了意识 2014年他们没有抵抗意识 为什么 克里米亚那些人都讲俄语 然后他心也像是俄国人 他其实打也没有用 可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大家发觉 你去看那个影片 那老太太对不对 你看他多坚决 你看了你自己都会动 这就是差别 意识你愿意保卫自己的意识 会决定别人敢不敢来动你 我一直会产生吓阻力量 如果你一直很怕 好怕 我们绝对打不过 不要了 你在怂恿他动手 他认为说 他只要轻轻打一下 你就会投降了 那说明他就动手了 他真的动了 我常常讲的就是两种人 一种就是你明明力量不够 你每天就挑衅人家 骂人家 你根本不行 另外一种就是 我怕死了你 我觉得打不过你 我觉得我们不要准备了 我们要避战 我们就不要 什么都不要了 什么都不要 那你也是有点在鼓励他 这两种都不好 所以我每次都 都是应用老罗师傅的话 你对中国就像 手上拿了大棒子 轻声细语 你干嘛要跟他 出气出话讲话 可你手上一定要有大棒子 大棒子在那边 你喝足 轻声细语什么 预防 我不跟你吵 不跟你闹 但你知道我已经准备好了 你敢来我就 基本上这个道理是这样 但是如果在台湾来看 其实我现在开始 比较跟大家多交流沟通 我发现其实我们最大的问题 还是在意识形态上面 军中需要沟通这件事吗 在军里受训需要 不需要了 军队不需要 军队我觉得民间反而比较 因为军队也不太准你去讲那些什么 哎呀我们打不过了 或者我每天去骂中国了 或者我每天说 哎呦呦我们今天打不过了 我不要打了 军队的职责就是叫你打 你就去打嘛 打到死为止嘛 打了过打不过不是你的事嘛 你愿意来参加军队 就是叫你打 军队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问题吧 就是你一份工作嘛 就是终于你的工作 国家责任 国家责任荣誉啊 军人又没钱又没时间 学历又不好 怎么受人家尊敬 就是你有荣誉感 荣誉感从哪里 严格的训练来 训练越严格 他越有荣誉心嘛 他责任心越重 国家的官力越强 我们战力就越强嘛 这口号没在乱喊的 那问题说你又担心 弄一下草莓兵什么东西 没有荣誉了 怎么会有责任 没有责任怎么会有国家呢 不过既然总长 你讲到荣誉感这件事 最近很常出现 军中就是打炮的影片 你觉得 水是不是要出来 会不会影响军心 或者是这其实可以 方便 吸引更多人进去 这个问题太有创意了吧 我是觉得 军中也是社会一部分嘛 军中那些人 不就是社会的缩影吗 军中会犯了错误 社会不会犯吗 我以前在 你以前做过 我做过来活到今天 我以前 以前智慧型手机不流行 你逃过了 我以前在舰艇上面 没有网路都在水下 大家一起 帮我讲一下 我又问记者说 军中有什么性骚扰 这么爱爆 没办法 人都有偷窥 你不是穿的军服 人家没那么爱爆 大家都制服屁 对啊 大家就喜欢这样 但我是觉得都是人嘛 不必去放大这些东西嘛 他当然会犯规犯规 就按照这个该怎么做 甚至严格一领办理就可以 但是不要去把它变成一个话题 人都会犯错嘛 吃无骨杂粮怎么不犯错 而且你记住 我记得我那时候训话 我跟大家讲 我跟我干部说 你不要每天就在 把所有精力都放在 不要酒驾了 不要什么什么东西 你要把你的训练 放在你的训练 不好的训练就是你的责任嘛 我那时候发明了一句话 中华民国国军 是为了国家生存 而在的 不是为了捍卫道德而在的 我当时这样讲啊 那你们刚刚讲的那些 也是道德的一部分 没错嘛 不要在道德要求军人那么高嘛 可是你在他防卫国家的力量上面 你一定要给他严格的要求嘛 对不对 那会不会说 其实大家都没有顾虑到军人的性需求 应该要广发一些就是飞机杯啊 或是按摩棒之类的 你现在是业配吗 我没有讲品牌 你不要在那边装的衣服 这问题是我们一起想的 而且还是你提的 都不是我 怎么可能是我 他想的叫我讲 你要先沟通一下那什么东西啊 这都是都是私人的东西啊 那有什么好去 我是觉得真的有 会不会真的有帮助 就是更多人愿意去冲 你意思是说 我们买一堆飞机杯去这样子吗 我厂商赞助啊 爱国飞机杯 爱国飞机杯啊 爱国按摩棒之类的 爱国跳弹 就是我们有导弹 各种导弹 各种赛事 好坏 我对不起你 不好意思 精准打击G点 怎么好 sorry 好啦 我就是总长 你们做节目都讲错了 对对对 我们今天算很震惊了 我们已经很努力了 已经撐很久了 然后最后才讲到这里 我是不是说 你跟现在跟媒体接触啊 比如说文化 会跟军中文化 你会不会觉得两边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我每次到你那个团队 你们英方每次一来就屁嘞 我听了就很有趣啊 对啊 你会觉得没大没小啊 你现在才问 我觉得对我来说 都是一个崭新的体验 确实是不一样了 我学到很多 我最近去搞这些东西 我学到很多不一样的思维 对我来说 我显得着急蓬勃 我自己觉得我学到很多了 也许你们觉得 你们在我身上有学 其实我在你们身上 学到了更多 我觉得这学习过程是互相的啦 然后我觉得 就是我们这次也访问了很多军事将领 我真的觉得军中的文化 就不大一样 非常有趣 我在看的时候 我就非常有趣 虽然他们都退休了 比如说他介绍那个陆军 以前后辈 专门做后辈的那个韩刚明 韩将军 那我们当初设计的时候 是希望他们两位 就是总长跟那个韩将军两位 是有不同意见 所以两个可以辩论 可是问题是因为韩将军 矮他一截 我就看到韩将军 讲了半天都是 是是 你说的是 退役以后还是会这样子 忍不住 没有啦 因能而异吧 但是基本上如果说你训练比较那个确实是 即使是退役了以后你还是会对他保持一定的尊重 我觉得是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坏事啦 但是说退了役你还要什么都听他的那我觉得也过头嘛 那你一定要对一样的一个尊重的心理的回头 对我是比较夸张啦 可是我是真的 可是我是说真的 我觉得他们那个真的对于前辈那个尊敬 这个东西我说实在我们的 我们这个圈子没有这一套这样子 我们这一圈这个圈子没有这一套 那你应该要重录 要重录吗 我会找韩将军回来 你没有你不在的时候 我一定会讲 他这样才听人 然后剪在一起假装事对质 对他这样才听人 不一样的问题 不过我给你介绍的人都是不会乱讲话的啦 对没有错 不会像名嘴那样乱讲 不会不会绝对不会 这个品质保证 品质保证 另外一个是我可以还有注意到一个 我觉得真的他们都很准时 迟到会生气的 他们都会提早到 刚刚总长早十分钟到 说实在时间 我不是说不准时 说我们美国回来 其实都还算准时 我只要跟将领们约 他们都是提早到的 真的这一点我都注意得到 就是他们真的都会提早到 我们军队这方面 你终于发觉一个绝对是优点的优点吧 很厉害 我真的觉得很厉害 因为就每一个都是 比如说约两点半一定是提早到 对啊 绝对不会准点到 他一定会提早到 就是很disciplined 非常disciplined 我告诉你啊 在我们军队里面开会 最早到的永远是住南部的 接着就是中部的 接着就是桃园的 最晚到的一定是办公室就在隔壁的 都是这样 那你觉得我们应该要做什么事情 可以让大家比较尊敬我们的国军啊 我觉得你就是尊敬他嘛 可我觉得这有难度 有时候我们有个刻板印象 然后传统媒体会一直洗 然后大家就觉得啊 吃枪术提振部 国军没有用什么的 我觉得凯莉 我觉得这样讲好了 我觉得其实就是多跟军人接触 因为我觉得就像总长讲的 他就是一个社会 有好有坏 比较大的问题是 大家对军中这个 是完全不了解的 对 觉得好像不透明 我有一套简单的理论 上次在匪夷所事 我有简单的讲过了 一个国家最重要的 就是保卫安全的那一伙人嘛 但是在客观环境上 保卫安全的人是最弱势的人嘛 因为他疏度不好 他家里穷等等等等原因 他就进去了嘛 进去了以后呢 那他愿意去做这个从事 保卫大家安全的事情 大家应该要尊重他嘛 大家不应该再用你自己 远远的标准告诉他 你只要监督他 有没有尽力嘛 要设法 那在其他方面 要社会把他的社会地位提高嘛 尽量给他好的待遇嘛 这是我们人民该做的 那我们自己军中该做 就是说 我们现在已经进来 担任这样子东西 好好的严格的训练 这样这些 又要提升我们自己的价值嘛 因为我刚刚讲的价值在哪 在荣誉 荣誉在哪 严格的训练嘛 不敢苦练 你的荣誉感就没有 没有荣誉感就没有责任感 因为责任感 你的形象越差 外界就批评又来 就会成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我们一般百姓要给军人尊重 鼓励他 万一尤其 我觉得出了一些纪律上的问题 或者道德上的问题 就当作一般人都会犯错嘛 不要因为这样子来就 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对 然后那干部会害怕 因为总有长官会说 你再给我这样子 我就拔掉你 那中阶的干部就害怕 他就不断压抑 就造成反循环嘛 当你这个军队在你的所有工谱里面 那个阶层里面落到最低的时候 对你国家安全是很糟糕的 你看人家军公教 你愿意去从事公务人员 还是老师呢 还是军人 一定是公务人员跟老师优先嘛 我们要想办法反过来嘛 像美国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美国军人真的非常受到尊重 对啊 这真的是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可以去 他如果真的有些错误 要督促他理解他 但是我觉得要把所有的督促力量 看他有没有好好的训练 有没有好好提升的战力 而不是拿放大器去看那些小东西啦 那我不相信 我们那个军队里面的道德感 比社会差 我不相信 我一定觉得一定比较好 可是社会上有同样的道德感的问题 出现的时候 大家也不在意 军队一有他就开始一窝蜂的 我觉得这就是应该 我们大家该可以帮军队做的事啊 我觉得就是 其实军众有非常多很专业的人 然后其实在媒体上都很少看到 其实我看那个总长的 那个台湾的胜算 其实如果Ken你看了会傻眼 因为他前面其实都在讲 那个国际之间的关系跟角力 然后我们之间譬如说 怎么做对台军售 会受到什么样的政治 因为哪个总统讲了什么事 我们签过什么条约 然后超清楚 其实对做国际媒体的人来说 看真的是蛮受用的 哇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